一个人有没有福气,看他的房间就知道,你的房间能决定你的福气吗?女作家迪安说,人生最终会被我们过成一个破败的旅店,每一个房间都会被占满,被清空,被永旧。 是的,太多的人不懂得过日子,连清扫的事情都懒得做,久而久之,住在装修豪华的房间里抱怨不断,当然也有一些人身处陋事,却有愉快的笑容,私事陋事,唯无德心。 抬横上揭绿,草色入莲青。仔细观察身边的人,看明人的一生,就会发现,一个人的福气和他的房间关系太大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房间整洁的人,勤劳踏实,如果一个房间一尘不染,干干净净,那么他的主人一定是一个勤劳踏实的人,收拾房间其实是小事,但是小事中最能看出, 一个人是懒惰还是勤快,常用的东西,用后虚归原位,讲条理,不常用的,更得实施打扫,以免堆积灰尘,看似简单的内务整理。 其实对人的勤要求更高,要不训练新兵时,内务整理都是一门绕不开的重要课程呢,韩宇曾说,夜经于勤,荒于稀,形成于丝,毁于随。 勤奋的人,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,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,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四大名臣之首,创立了湘军,镇压了太平天国,但同时,他又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,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后来的功绩,全在于他将勤奉为新加利业的根本,有一天晚上,曾国藩正在书房中用功苦读,浑然不觉有一个盗贼已经偷偷潜入家中。 小偷本想等曾国藩背完书,便偷偷行盗窃之事,可是等了许久,曾国藩也没有背下那篇文章,那小偷便从梁上下来,怒斥曾国藩愚笨,自己当着他的面背出了那篇文章,由此可见,曾国藩的资质真是非常一般,但也由此可见,勤奋会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。 曾国藩多年坚持以秦立身,通过自己日积月累不断地学习,成为了清朝后期举足轻重的权臣,又被历史誉为千古第一完人,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,有了这样的感悟,百种必病,皆从懒生。 懒则迟缓,迟缓则致人不言,而去功不敏,一处迟则百处谢意。 的确,人一旦懒惰,人生便开始下行,许多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,也终将错过,而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勤奋,即便是资质一般,也能收到命运的眷顾,人生之路也能越走越顺,越努力的人,越是幸运。 房间整洁的人,言于律己,房间是隐蔽而私密的,不会时常有人来造访,房间里最频繁的来客,就是你自己,所以房间的整洁程度,映射的是内心不为外人所见的内心世界,即便无人知晓,也要保持居室的干净整洁,就像没人能看见我们的内心,但依然要保持良心的光明磊落。 因此,一个时刻保持房间整洁的人,是一个在无人处,也能照看好自己良心的人,即便不为人所知,也会一以贯之地严格要求自己,这样的人,想不优秀都难。 杨振前往东来上任太守时,经过一个叫做昌义的地方,昌义的县令名叫王密,这个王密是经过杨振的推荐才当上官的。 王密想送他黄金,遭到了杨振的言辞拒绝,王密悄悄说,现在已是深夜,无人知晓。 杨振听罢说道,天知,地知,你知,我知,怎会无人知。 王密听说后,十分羞愧,深夜无人时,杨振抵抗诱惑,不为金钱所动,甚独自律的精神,留下了千古美谈。 人,欺骗别人容易,欺骗自己却太难了。 高层次的人品,不是表演,不是作秀,而是固守本心,无畏旁人的目光,能够在没有旁观者的注视时,依然坚守本心,保持清醒。 就像即便少有客来,也将自己的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,井井有条。 这样的人物,具有最高级的人生修养,干净的房间让人更幸运。 宋朝洪迈曾经在一间治理提出,高堂宿壁,无数卷之牢,明窗静机,有坐卧之安。 干净的房间可以让人扫除疲劳和不安,让心态更平和安静,好情绪同时又可以促进家庭的和谐。 台湾美学家蒋勋曾经到一个日本朋友家去做客,这位朋友家虽然空间非常小,但是干干净净,房间里的绿植盆景郁郁葱葱, 家里的家具没有几件,也并不昂贵,但是每一件东西都洁净,妥贴,舒适。 蒋勋被邀请到窗前落座,眼前是房间里飘着茶香,耳边放着清音乐,街道上的喧嚣被隔绝开来。 在这样一个干净且充满失忆的环境中,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。 他们一家人非常和睦,生活惬意,各自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学业,也是心平气和,房子并不等于家,房子是一个硬体,必须有人去关心,去经营,去不治果,这才叫做家。 干净的家,让彼此情感更融洽,和谐的家庭关系,可以让人更专注于事业和学业,让男人,女人,孩子都全力出去打拼,然后都愿意回到这个干净整洁有序的家里休憩。 环境影响人的命运改变空间的同时,也是改变人生的开始,让人幸运的不是干净的房间,而是干净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感。 房间干净与否,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,不干净的房间带来的负能量,波及到人的情绪,带来了负能量,更容易让人脾气暴躁,情绪又会导致疾病,久而久之,成为不幸生活的诱因。 相反,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愉悦,让整个人充满正能量,因此带来的幸运,干净是一种修行。 日本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,人不再有感恩之心的话,人就会傲慢起来,就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,不能容忍周围人的缺点,或者变得看不起别人。 用手打扫厕所,可以打消人的骄傲之心。 还记得那个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 的故事吗? 东汉末年名臣陈波,祖上是何东太守,他自幼志向高远,且勤奋好学,陈凡十五岁的时候,独自一人居住在一个院子里,庭院里砸草丛生,房间里砸乱无章。 有一天,父亲的朋友蒋琴来拜访他,看到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样子,就问,小伙子,你怎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呢? 陈凡不屑一顾地认为,大丈夫应该把扫除天下或换为己任,怎么能做打扫房间这样的事呢? 薛琴反驳道,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 陈凡也正是从打扫房间开始,逐渐磨掉傲气,成为一代名臣。 由此,打扫的不是房间,磨砺的是一个人的性子,磨掉的是浮躁和傲气。 在一本书《原创团队》中读过一段非常好的话, 天下大事,必作于戏,天下难事,必作于义。 干大事,无非就是干小事,把每一件小事干好了,大事自然就干成了。 大事是小事的集合,只要你方向正确,每天付出时间去干,就一定能干出来。 日日不断之功,今日是今日闭,明天是,明天开始,生剧木断,水滴石川,保持房间干净,是一种修行。 打扫房间,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扫除力,扫除的不仅是灰尘,还有种种杂念,断舍离,舍弃的不仅是垃圾,还有繁多的欲望。 整理,整顿的不仅是物品,还是思想和生活,房间是我们生活的归巢,旅途的港湾,它既代表着我们生活最朴素最本真的模样,也反映着我们的人生修为和道德品行。 可以说,房间是生活的缩影,是品格的窥镜,它集装在着个人的生活方式,也蕴含着整个家庭的福气,打理一个干净整洁的房间。 也是整治一段晴朗明亮的人生,白居易有诗约,七凤安于无,潜于乐于早。 愿我们都能整理好自己的屋子,迎接属于自己的福气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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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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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